靜人士聽天命 什麼世界 我跟你說這不是疑問句喔 我們自己的意見真的有一個蝦蜜世界 我們來瞭解看看好不好 好 今天我們邀請的就是我們這個 第六屆白大技能 柯明賢 明賢好 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應該說是以爸爸他們的基礎來做延續 對 因為我爸爸他們原本在最近 就是我回鄉大概是100年回家幫忙 他們大概從90年左右開始就 養殖過程就不會去用藥 就是用魚蝦共生之後 就不會去用到 養殖過程不會去用到藥 對 那他們就是傳統 那就是用經驗去看水測什麼 對 那我回來 就是剛好最近這幾年正有在推 會那個智慧養殖 那我們就是用一個水質監測器 在水裡面知道水質的狀況 讓我們知道農氧啊 溫度跟PH 可以讓我們即時的知道去做一些保養 對 以前可能爸爸媽媽他們可能就是 看到魚蝦出狀況的時候 會知道水質的變化 還有一個是養殖密度 對 因為爸爸在養的時候他們 魚的放養量會比較多一點 對 那我回來是跟他們說 一樣的水體 那我們就是讓裡面的魚蝦環境好一點 我們魚放少一點 那說不定 應該說期望蝦子的育成率會好一點 剛好養殖有一些課程可以讓我們學習 不然我們也不是本科系 我覺得可能就一些觀念吧 我覺得他們願意可以去接受一些新的觀念 因為他們可能就 我就用眼睛看就好了 經驗 對 可是經驗都永遠在他們的腦袋 他們沒有把它數據化 其實柯明賢學的是製造工程 他曾經在工研院研發半導體自動化的設備 其實當初父母親真的是極力反對他回鄉養蝦 因為他們覺得回鄉的人 通常都會被認為頭腳壞掉 不然就是在都市混不下去了 更明顯說他為了表明決心說服爸爸媽媽 他白天還上班 下班之後還要回家幫忙 就這樣子兼差三年多 最終終於辭去工作 全新來投入養殖產業 而曾經獲得產銷履歷達人的柯爸爸柯丁峰 現在依舊是會到餘溫來看頭看尾 那麼他跟柯明賢使用菌種優化水質 來提升白蝦的免疫力 一起來打造適合白蝦生長的環境呢 以前就回來十幾天的時間 你有一直給他支持嗎 有啊 你到這時候還在這裡幫他倒三天 就對了 來這裡你都幫他倒三天做什麼 以前就來這裡 我們一半要叫他在海 我們去車那裡倒再倒 幫他倒上海這樣嗎 上海一半天 一半天這樣 你有幫他睡著嗎 有啊 有啊 你有跟我的小孩回來這樣吃得有讚嗎 讚 有方針交給他嗎 對啊 我們方針交給他做 我們不要讓他去打 這樣喔 我們方針交給他做 好好好 那你就可以去洗頭了 好辛苦囉 福島啦 我覺得是福島 還有一個協助青龍去買一些設備 補助一些設備費 然後 有有用到 我們以前買光合菌很貴 對啊 區業署有委託 士兵所 委託他們案子去推廣 光合菌 好像我們直接做 就是可以自己做 成本就差很多 他們協助來幫你 他們教我們怎麼做 對 他教我們怎麼做 對 不用怕他們 差很多 差好幾倍 對 那個自己做的成本 跟直接買 我們差十倍以上 對 我覺得各行各業 都有他的 酸甜苦辣啦 所以 啊 既然 我的觀念是 既然你要做 你就盡心盡力去做 那 當然 盡人是 聽天命嘛 為了 我 為了 我 你要做